第二个 我们常常会讲说 命中没有 我命中无财 我命中无官 完了 我命中无财 我男生命中无财 我一辈子没婚姻的 我一辈子是穷光蛋乞丐了 女生命中无官 完了 我嫁不出去了 各位 这个无 这个无 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是没有吗 各位 是没有吗 其实无不代表没有 无不代表没有 他不是没有 各位 假如他代表没有的话 我就要问代座的各位 你八字无财 请问你是怎么生出来的 你八字无财 请问你怎么生出来 就有爸妈结合生出来的 你没有财就没有爸爸 没有爸爸 请问你要怎么生出来 看样子 你应该是外星人 八字无印 没有妈妈 你没有妈妈 请问你要怎么生出来 看 可能是妈的孙悟空在世 猴子蹦出来的 石头中动出来的 所以 各位 无 他并不代表没有 了不要解 无不代表没有 他代表的是一种平稳 他真正的情况是平稳 不上也不下 因为没有这个字 生不到他 也克不到他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一个零 零就是一个平稳 下 不上也不下 这时候我们常常讲 八字无财以食伤代替 八字无官以财心代替 各位 这个代替 他有办法整个完全替代吗 你不代我来代替你 他有办法把这个主角全部代替掉吗 他能代替多少 各位 你要了解 为什么我们常讲 八字无财以食伤作财 但是各位 他一样可以赚钱 问题他可以赚钱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他最主要可以赚钱的因素是什么 八字无财以食伤当财 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他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八字无财以食伤 所以他可以赚钱 为什么他可以赚钱 他最主要因素在哪里 你会说食伤生财 对 我也知道你会说食伤生财 但是他没有财 所以重点并不是食伤会去生财 而是他本质就没有破财 他会赚钱的最基本的原因是 他本来就不会破财 所以这个食伤 他没办法完全代替财 所以当你八字是无财 然后你用食伤来代替财 这个食伤 他是会让你的一个财 是在这一个平稳项里面 起起落落 他就这样子而已 他不会像有财直接飞到上面 不会 因为没有财 所以他会在一个区间这样子 你的食伤比较旺稍微强一点 食伤比较弱 财稍微弱一点 但是会是在一个区间里面跑 不会大起大落 要不要紧 不会大起大落 所以他没办法完整的去代替 要不要紧 当真正的主角出来 他就是要退位 所以我们常常讲 你八字无财的男生 你用食伤当财 是可以谈恋爱 他可以谈恋爱 但是你说要到可以结婚 没有到那么厉害 同样的你八字无关 你八字无关的女生 你有财心 简单的讲 你可以谈恋爱 但是一说到结婚 还是要回归到 关心这一块 他还是要回归到关心这一块 所以 他没办法完整的去代替主角 要不要紧 他没办法完整代替主角 但是毕竟来讲 他还是有一些深的力量 所以会稍微的往上一点点 所以 你八字无财 八字无关 你也不要在那边很担心说 完了 我就真的 没有 他只是一种平稳项 有些八字无财的 一样桃花很旺 只是要结婚的话 就要找对时间 八字无关的 同样的他桃花也一样 会很旺 因为他所讲的就是一个平稳的相 他不是没有的意思 他不是没有的意思 所以各位 你不要把他当做没有 他是一个平稳的相 所以有些人八字无财 他桃花还是会很旺 因为天生他长的帅 桃花就有 对不对 八字只给你运势而已 会不会加分减分而已 他天生 天真立直的 自然而然他就 桃花就比较强了 所以各位 要了解 八字在影响的是运势 加分减分 你别忘了他还有本能 对不对 再来 他没有出现的时候 他没有出现的时候 他是一种平稳相 但是我们都知道 大运流年 他是会出现的 因为 十天干他是一直轮替的 甲乙丙丁乌己跟辛壬魁 甲乙丁乌己是五位 申有虚悍 他是一直在轮替的 所以在这一种现象下 你所缺的东西 一定都会出现 只是这个出现 是好是坏 他会有几种现象 他出现会有这几种现象 出现的现象 第一种 他脚出来了 他是被克的 各位你就会知道 当他出来 他脚是被克的 那就是怎样 从原来的灵 变成负一个 这个就是什么 不好的相 所以你倒不如就不要出来 我还好一点 所以 首先要看他出来的情况 第一种被克 第二种是被合的 他出来被合走 他是由灵变灵 请问他变好还是变坏 哎呀 请问在座的各位 当你所欠缺的财新出来了 结果 我被合走了 请问他是变好还是变坏 大家又在想 这个老师 又在出什么 又在出什么暗招了 我要小心以对 以免会怎样 重伤 他不是原本就没有0个变成0个吗 我不是答案起来在这里的吗 0个变0个变好还是变坏 他出来了被核走 不一定是流年 不一定是流年 大运也可以 这样是不是变好还变坏 各位 当你所欠缺的财星在流年 或大运出来了 被核走了 这样子是好还是坏呢 0个变0个 这个0个变负的 那当然是坏 核不一定等着被克 你大运被核了 也几年才被克一次 其他时间都不会被克 所以 各位 有 有的时候 不要用一句话带过 你流年被核 可能10年里面克他了才一两年而已 那其他时间都没有被克 对不对 那流年出来 合的等着被克 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 那其他的时间 那其他的时间呢 那其他的时间呢 各位 记得一件事 虽然他是0变0 他虽然是0变0 但其实他的本质 是变差的 为什么他会变差 为什么他会变差 因为 人性 人性的道理 他原本 没有出来 出来又被核走 就像我 常常讲的 今天 我给神话10万块 他超高兴的 但是 我后面又把他收回来 所以 他加加减减 他是 不上不下的 可是你看他 那一个脸一定 他妈的怒气冲冲 想要把我杀掉 给我了 为什么你又把他拿走了 给我了 你为什么又把他拿走 但是我要拿回来 还恶业10万 你看一讲到拿走 你看马上 脸色就变了 脸色就变了 死得而复失 痛苦 所以 你们会觉得 他 非常差 你不出来 我还没感觉 从来就没有女朋友 没有女生出来 我还觉得OK 妈出来了 哇 我好喜欢他 被人家追走 那你的妈什么意思 了不了解 就是这一种状态 就是这一种状况 第三种 他出来 可能是单独的就出来 他没有被克 没有被克 他是一种 没有受伤的情况 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他就会变好 所以各位 你不要以为你缺的东西 我缺谁 我就要补谁 你就看他出来是哪几种状况 假如是这个 或者是这个一点帮助都没有 你反而会觉得很差 当然最差的是这一种 这一种是 会让你感觉很差 最差的是这个 这个会损失 这个是 会让你感觉很差 这个他才是真正的好 所以在以前的八字学理 姓名学的一个概念里面 你八字缺木 我要补你木 可是为什么很多人 名字都已经帮他的五行都补上去了 可是还是依旧很差的 因为他可能不需要这个东西 了不了解 他可能这个东西出来 我要备克 备合 那都没有用 所以 要记得 八字 五 他代表的是一种平稳向 他要变好变坏 就等他出现 当然有来生他的 例如八字五财用食伤 食伤可以生财 他当然会好一点 但是也不会好到飞天赚地 八字无官 以财来代替官 也不会好到飞天赚地 真正就等主角回来 那主角回来 一出来 我要被克 那 你就倒不如不要出来 那被合 空翻洗一场 没有受伤 他才是真正的好 所以各位 你们就要了解 这个东西 了不要解 你们就要了解这个东西 没有 不然的话 很容易 你们会 像人家讲的 我八字缺火怎么办 你缺火不见得你需要 受定火出现 你反而更烂 了不了解 很多人都会这样 八字缺了就缺了 没有差 他出来的时候更烂 那刀部就不要有 所以 这个就是 八字中 没有这个五行 没有这个十神 的一种现象 他不代表 没有 他代表的是平稳像 那就等主角出现 那是加分 还是扣分的一种情况 好